欢迎来到小城电影,我是霞一,这一条分享《男与女》,本片由钟楚红和万子梁主演 1983年,港英政府取消了针对大陆难民的敌垒政策,非法移民一律不发居留症,但当时仍有不少人挤破头想进来 年仅22岁的孟思成是个漂亮而敏感的姑娘,刚刚偷渡到香港的她,按照信中地址找到亲戚家 开门的飞庸讲着英文,思成一句也听不懂,这之后她的远方亲戚现身,对方表示香港法律已经更改,收留偷渡客的后果很严重 为了把思成打发走,亲戚掏出一百元港币,而思成的性格倔强,不肯受接来之时 亲戚顾不了这么多,把港币扔在电梯里,她抱怨道,自己好不容易在香港扎根 想想亲戚来了一个又一个,她又能帮得了多少 走在陌生的城市,思成的心里凉了半截,因为亲戚的冷漠打断了原本的计划 她试图向路边的清洁对求制,但因为身份证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她回到外来民工聚居的简衣木屋,和她的闺蜜住在一起 这里住人家的,吃人家的,偷偷女孩只能用身体作为租金 破脸子一拉,小床高只小,就算是交租 整个房子太过宅小,有些人都没法坐着吃饭 而思成出来乍到,暂时躲过一劫 闺蜜照着思成,主动愿意替她承担 于是前面的人在吃饭,后面的男与女在交易 思成低头不语,内心极其压抑 这种猪狗不如的日子,她一天也过不下去 平民区里的人鱼龙混杂,有吸毒者也有烂毒鬼 泰国华侨江远生就是这里的常客 这天,远生和哥们联手赢了不少钱 但这种低档赌场,赢太多,小命恐怕难保 远生感到不对劲,和哥们先后撤离 庄家派出几个混混,一路追着远生砍杀 虽然远生轻松打倒一人,可后面的人越来越多 他把钱往空中一洒,东北西绕后逃进一条死胡同 结果远生掀开木板躲进去,思成正好在里面洗澡 他用碎玻璃做威胁,一丝不挂的思成皆害怕又窘破 外面的小混混见思成在洗澡,大家晦气赶紧走人 远生见到如此清秀的女孩,一时间也说不上话 不一会儿,他帮思成拉上浴巾后,匆匆累去 接下来,电影分别讲述两人的生活现状 远生打零工为生,偶尔为大楼外墙做清洁 作为港漂一族,他渴望异常发达,却总是沉迷赌博 假如碰到钱不够用,远生会去打黑拳 因为学过红拳和泰拳,再加上一股蛮劲 对手被他揍得满地照牙 这天,远生赢了一笔钱,还被戴眼镜的幕后老板相中 老板放话,要带远生去打正规的选拔赛 他会承担期间的训练开支 另一边,思成的闺蜜要离开平民区 他认为自己不如去下海,能多挣点钱寄回老家 而闺蜜一走,思成就要承担起本分工作 深夜,香港下起暴雨,屋内闷热潮湿 有个全身捏答答的老乡爬到床山岸市交租 思成顿时心领神会,他木然地任由对方摆布 这时候,思成会到附近的夜市逛逛 而警方的排查越来越严 到处在搜查身份证 这天,远生被选中,但他有合法的居留证 刚好路过的思成极度心虚 走也不是,退也不是 远生足够机灵,立马上前打掩护 双方卖傻任他做老婆 上次思成救了远生,这次远生帮了思成 两人逛到大街上,思成却烦得不行 他千辛万苦偷渡下来,欠了舌头一大笔钱 由于意识冲动,思成冲向飞驰的汽车想了解生命 幸好远生赶紧把他拉了回来 第二次见面,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可因为贫穷,他们再次分道扬镳 隔日中午,邻居阿婆找到思成 他说女孩年轻漂亮,在这里卖身太浪费 不如找本地人结婚,获得居留身份 可想而知,阿婆是有备而来 他表示有个单身木家阿贵,收入稳定,为人老师 思成听在耳中,渐渐有了心动 就这样,阿婆带着思成和阿贵见面 两人来到市区,拐进一幢年份已久的老房子 思成只知道,阿贵的老婆无法生孕就冰逝 不知问题出在男方还是女方 等到进屋,他发现阿贵已经头发花白 两人之间起码相差了三十岁 阿贵打量着思成的脸,觉得非常满意 他为了思成的年龄打听了女孩的家境 思成有点害羞,可全部如实回答 这里处在市中心,对面是高楼大厦 环境比平民区好了太多 阿婆悄悄说道,阿贵愿意帮他还钱 每月还给他零花钱 但唯一的要求是,思成要生个儿子 想得不必夜夜服饰不同的男人 思成立马答应了下来 当晚,阿贵随手割了块木板把床加宽 心计如焚地要和女孩管了床单 完事后,阿贵累得不心 思成体贴地给他擦汗 两人同居之后,阿贵对思成百依百顺 不仅穿着家具换人一新 他还买来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刚开始,思成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他有了新衣服,有了化妆品 天天等待阿贵回家 某日,阿贵带着思成去看拳击赛 而台上打拳的人正是远生 比赛紧张接领 远生被打得满脸开花 思成看得万般心疼 情不自禁流下了泪水 巧的是,远生也看见了思成 等到他爬起来通欧完对手 思成已经不见踪影 此时,老板要继续赞助远生的下一轮选拔 只要能赢,他就能远赴美国 过了一阵,思成带着水果礼物去看阿婆 感谢他为自己指了一条路 站在窗里的思成看到了一个刚来香港的大陆女孩 他穿着思成留下的裙子 唱着邓丽君的歌 思成感到五味杂陈 不敢去想曾经卖身交租的日子 就在回家途中 思成和远生不期而遇 如今两人的现状改善不少 压抑许久的爱意便迸发出来 思成盼着快点帮阿贵生个儿子 自己可以拿到拘留身份 远生来香港的愿望很简单 就是想赚大钱 随后他们拥吻爱抚 在马路边赶柴烈火 那这带感情的走向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日后 远生为下一次选拔赛做准备 对手是上届比赛的冠军 他刻骨训练全力备战 想在拳击界凭实力闯出名气来 而阿贵一心想要儿子 他给思成买各种东西 阿贵甚至承诺只要成功生子 就算思成被遣返回 他也会在大陆买房照顾母子两 每天夜里 思成都很配合造人 可他总是难以入眠 因为心里还有远生 不久 思成陪远生去买车 没料到这批车贩子是流氓 试车后 远生被骗去900元钱 而此时 思成却因为怀孕 出现呕吐症状 阿贵业务繁忙 经常赶公布回家 于是思成会带着远生在家里约会 远生希望打赢比赛 到时候晋级去美国 然后带上思成一起走 而思成害怕流血 不愿去比赛现场 至于腹中的孩子是谁的 思成推测 应该是远生的种 就在两人嬉戏之际 阿贵临时回家 吓得远生跳窗而逃 比赛前 老板暗示远生打假拳 他和朋友已经下注买输 这让远生的内心非常痛苦 他应该要赚钱为贤 还是争取 紧急去美国呢 时间来到比赛当天 思成在家打开电视 悄悄关注着远生的比赛 远生一鼓作气 赢下第一回合 可老板派人把话调明 让他第三回合 必须输 而远生不愿作假 因为他想带思成去美国 这时候 电视插播了一条新闻 说港英政府修改法律 偷渡客在港产集 也不能获得拘留权 这让思成迪士党 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而远生坚持到第五回合 终于将对方打倒 他对着摄像机大喊大叫 思成看到远生 赢了比赛 冲出门想去现场 结果踏空楼梯摔了下来 导致下身大量出血 问题在于 他还不能去医院 否则必定会遣返 因此他拼尽全力爬回家 等着阿贵回来请私人医生 可在第五回合之前 老板让远生喝下了兴奋剂 赛后经过咽尿 远生被取消资格 因为不服从命令 老板让手下惩罚远生 几个人按住他的手脚 用钢笔戳篮他的伤口 远生疼得撕心裂肺 惨叫声回荡在更运室 与此同时 阿贵回家发现私人流产 整个人失魂落魄 他不管私人的死活 一直念叨着儿子 私人恨他冷漠又无能 便透露出这是别人的孩子 阿贵一听 顿时满脸抓狂 他想要强暴刚刚流产的私人 远生及时赶到 用尽力气推开阿贵 他抱住私人离开屋子 而阿贵心如死灰 砸烂了为私人买的家点 片尾时刻 远生扶着私人来到大街上 由于失血过多 私人只能去医院 而他的命运 将是被送回大陆 一对伤痕累累的恋恋拥抱着 等待着不可预知的命运 远生有合法身份 作为男人 还有一身力气 私人则一路挣扎 又回到起点 所有的希望全部落空 而男与女 获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本奖 导演蔡杰光 以写实的手法 表现回归前 相同的焦虑不安 是你民心中 不可错过的经典电影 好了 感谢收看小陈电影 我是小姨 记得留言点赞 转发三连机 下一期栏目 我们再会咯 拜拜